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阿玲啊 你看 这厨房那新自的小菜可好吃了 还有这蒸蛋 爽口顺口 多吃点 谢谢外公 阿玲啊 你说你小时候在外公这儿住了那么多 这么长的时间 也没看见你对外公这么在意 这才认识沈彦几天呢 你就 就因为你舅舅不让你跟她见面 你就 不吃不喝来跟我们支气啊 外公 您不让我见沈彦 我就不见了 在您心里 我就这么听话的孩子 那倒是 你这个丫头啊 外公 您是我在这个世界上 最亲近的人 我怎么舍得与您置气啊 我现在不见沈彦 是因为我心里压制一件事情 在我看清 想清之前 我不能也不敢见她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不见她就对了 想不透呢 就干脆不要想了 我看那个沈彦啊 也是稀松平常 你看 在京城的 好的那些世家子弟 那比比皆是 我回头 回头给你找一个举世无双的男子 做你的夫君 你这样就可以无忧无虑地生活了 我自己的夫君我要自己选 这可使不得 怎么使不得 我多着急 给她选不成吗 是不是 外公 如果像沈彦这样好的男子 我都不能复制与真心的话 那可能这个世上 也没有人可以让我交出 爱情 愛情